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儿子大眼睛圆圆的 皮肤白皙 天真乖巧 他们最近刚刚分居 今天白天儿子是在妈妈的出租屋里度过的 晚上要回爸爸家 儿子趴在妈妈的怀里问 什么时候再到妈妈家去 妈妈轻声地安慰他 很快地过几天就能又见面了 妈妈需要提供自己的新住址 以便收到信件 爸爸很快地说 今年你还用我的地址收信没有问题 你相信我 那一刻妈妈的眼睛有些湿润 两人之间的善意 对儿子的爱 肯定会呵护儿子顺利长大 一位年长的老妈妈 腿脚步灵活 走路蹒跚 今天她最后一次 带快要独立成年的儿子一起过来 以后孩子就能独立处理自己的事物了 中间缺少资料 需要爸爸提供 电话打过去 多年前就跟妈妈分手的爸爸 马上帮忙提供资料 没有任何抱怨 一位爱尔兰裔的工程师 多年前离异 现在快要退休了 他帮助大学刚毕业 还在求职的儿子辅导功课 考取专业资格证书 帮助热爱健康饮食的女儿创业 孩子们的妈妈 仍然和爸爸一起处理孩子们的事宜 帮助搬家的爸爸打扫卫生 安置家具 在姥姥病危 妈妈最无助的时刻 爸爸带孩子们一同探望 安慰妈妈 业已成年的孩子们 鼓励爸爸妈妈 寻找自己新的爱情 享受晚年 爸爸心里因家庭离异 对孩子们年幼时造成的创伤 一直感到愧疚 尽自己所能帮助孩子们成长 这些普通人 都经历过感情的伤痛 他们尽力弥合 让自己独立 强大 关爱 保护自己的孩子 我想起以前在高速路边见到的情形 路旁一只野鸡妈妈 面对我们几尺而来的汽车 张开了翅膀 毫不畏惧 惊奇之余 我们稍放慢车速 看到她的翅膀后面 是几只雏鸡 原来鸡妈妈在危急时刻 奋不顾身地保护她的孩子们 另一次秋游 我们晚上走山路 山上雾气弥漫 忽然看到路中间一只鹿在穿过公路 幸亏老公车记好 及时躲开 几乎擦身而过 刚舒了一口气 提醒老公还要再放慢车速 很快又看到一只被撞到的鹿 躺在路中央 旁边一只小鹿低头触碰她的身体 不忍离去 小鹿对妈妈的依恋 让人泪目 婚姻破裂时 出于爱护孩子的本能 放下夫妻对错的纠缠 明白孩子对父母双方的眷恋 就像那只不忍离去的小鹿 面临危急时 像那只鸡妈妈一样 无畏现身 保护孩子 这样 哪怕婚姻经不住时间的考验 孩子们仍然能够健康成长